歡迎光臨 你好 泰航空服員一開口 先來個合掌鞠躬 向乘客質疑 這個一般人 習以為常的泰國士 打招呼問候 沒有想到在當地人眼中 竟然可能是半打擊 只有對長輩同一個年紀 同輩的不會 對 而且尤其如果年紀比你小 意思就是 有泰國正妹上綜藝節目 話一出口讓現場來賓都嚇一大跳 但很多人不解 明明到了泰國 當地人看到遊客 也都會做出這樣的手勢 難不成也都是在詛咒遊客嗎 他們可以這樣 就是對客人覺得比較 尊敬 對 就是只是這樣子 他們不會這樣子 你們不是 原來這個手勢 在當地只能對長輩使用 只是明明很多影片當中 都有出現這樣的動作 那又是怎麼一回事 服務業裡面客人都是 客人都是他們非常尊重的人 所以他們都會用尊敬的方式 跟他們為長輩這樣子 你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像是當地知名網紅 也同樣用這個手勢 向大家問好 對他們來說 客人和觀眾都是值得尊敬的對象 就像是長輩一樣 自然就不用避諱 民眾瑕疵到泰國 想要和人打招呼 還是得先看看自己和對方的年紀差異 免得打招呼不成 反而觸犯當地人禁忌 鬧出小話 記者 廖維智 台北報導